会说到 白让名人杀死自己 就在名人掏出苦物朝他刺去时 他又被他给挡了下来 名人大吃一惊 哎这咋还带反悔的呢 原来是 白刚才突然感知到栽不展有危险 要去救他 愿再次施展单手结印 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就出现在栽不展面前 替他挡下了卡卡西这致命一击 白的鲜血流了一地 临死之前还死死的抓住了卡卡西的手 然而栽不展却呵呵一笑 说白做的好 接着举起大刀就朝卡卡西砍了过去 这架势完全是打算将白一起砍掉 卡卡西抱起白向后一跳 然后把白的尸体平放在地上 为他合上了双眼 脸上露出了凶狠之色 他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珍惜同伴的人 此时大雾慢慢散去 小鹰带着卡子娜跑到了左柱身边 见到浑身是伤 晕死在地上的左柱 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栽不展再一次向卡卡西发起了攻击 却被他一脚踹开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跟不上卡卡西的速度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见卡卡西顺身到栽不展身后 一只手用力抓住了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掏出苦 就要送他归西和白一起上路 栽不展拼尽全力反手一挥 用胳膊挡入了卡卡西的攻击 这时卡多带着一众小弟出现 这卡多作死的踢了踢白的遗体 看着表面上无动于衷的栽不展 气得名人冲着他开始了嘴顿 一番话直击栽不展的内心 原本冷酷无情的他 此时也留下了悲伤的眼泪 他又何尝不是很在乎白 很在乎宇白之间的感情的 只不过是身为忍者的他 一直在伪装罢了 废掉双手的再不展 用嘴扯开了脸上的纱布 向名人借了一把苦 咬在嘴里冲着卡多杀了过去 这一刻号称鬼人的再不展 真的宛如一只恶鬼一般 最终再不展杀死了卡多 但是他也被卡多的手下 打倒在地伸中树刀 随后倒在地上的佐柱也醒了过来 名人这才知道 白故意避开了他们的要害 并没有狠下杀手 接着 达兹娜的孙子带着人赶了过来 再加上名人和卡卡西 用所剩无几的查克拉 施展的多重影分身 吓跑了卡多的一众小弟 再不展对卡卡西说 想要再看看那家伙的脸 此时的天空飘起了雪 再不展心道 白是你在哭吗 看着一直陪伴自己的白 再不展在这生命最后一刻 也要陪在他的身边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和白去同一个地方 安葬完再不展和白后 卡卡西他们告别了达兹娜 踏上了返回木叶的道路 看着名人他们远去的背影 达兹娜给新建的大桥 起了个名字 叫做名人大桥 接下来火影的剧情 进入了中人考试篇章 回到催子后的名人他们 又开始了拔草 捡垃圾之类的无聊任务 这天 名人他们在村子里 遇到三个杀人村的人者 从他们口中得知 村子里马上要举办一场中人考试 第二天 名人他们就收到了 卡卡西的中人考试推荐书 拿到推荐书的名人 开心得不得了 内心上演了一场精彩大戏 名人三人来到学校 遇到了木叶双门神设下的测试 拦着人们不让进教室 左珠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幻术 他们要去的是三楼 而现在他们身处的其实是二楼 幻术被看穿后 其中的一个人就要和左珠动手 这时一个身穿绿色紧身衣 浓眉大眼的西袜头制止了他们 此人名叫李洛克 比名人他们大一介 和他一对的是日向宁次和天天 这时小李对小鹰一见钟情 走过去就直接向他表白 当然也自然被小鹰 直截了当的就给拒绝了 理由是他的眉毛太浓了 随后小鹰和左珠他们 手拉手的就走了 名人他们来到三楼后 又被小李追了上来 因为左珠是新毕业生中的第一名 所以小李想和他来一场决斗 抽空还给小鹰刷了拨礼物 被小鹰左躲又闪的躲了过去 这时名人决定来收拾这个浓眉毛 说自己五分钟就能把他打趴下 然后冲上去就要和小李动手 却被小李手指轻轻一点 就给推开了 接着小李一招木叶旋风扫荡腿 把名人抽出了陀螺滚到了一边 左珠见着浓眉小子有两下子 就决定要会会他 然后跑过去跳起一拳 却被小李瞬间躲开 紧接着小李又是一招木叶旋风 速度快到左珠根本来不及躲闪 就被一脚踹出巴掌远 站起来的左珠也彻底被激起了斗志 随即也开启了种族天赋血轮眼 就再次展开了攻击 虽说他的血轮眼能看穿小李的体数 但是却给不上小李的速度 大概意思就是眼睛说你会了 身体说不你不会 随后左珠被一脚拆到空中 紧接着小李一个顺身出现在他身后 与此同时手上的纱布也被解开 就要用出那招老师不让他用的禁忌体数 这时一只风圈飞来打断了他的攻击 突然出现的一只老乌龟 对着小李就是一顿训斥 紧接着又一个身穿绿色紧身衣的浓眉大眼出现 此人是麦特凯 是小李的老师 因为小李擅自使用那招禁忌术 凯上来就给了他一拳又惩罚小李 等中人考试结束后 让他围着练习场跑500圈 那么这场突发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名人他们的第一场考试是笔试 主考官是一笔喜 在他介绍完考场的规则后 考试也就开始了 名人拿到试卷后就开始审题 先看第一道 暗号题 嗯不会 然后第二道 还是不会 不一会儿名人就看完了全部的考题 果然一个都不会 左珠从考官说的规则中 推测出这表面上是笔试题 其实是在考他们的情报收集能力 让他们在不被四周监考老师发现的情况下 搜集正确的答案 当然其他人也很快想明白了这一点 于是大家就开始各显神通做起了弊 只有名人还没有想明白 还在那里发愁 接下来就有考生陆陆续续的被抓 连同队友一起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 考试也快要结束了 这时一笔喜又说 还有一道题要他们选择答还是不答 不答的话就会当场被判为零分 连同其他两个伙伴一同淘汰 而如果选择答题的话 一旦答错 就会永远失去参加中人考试的资格 只能当一辈子的下人 面对这样奇怪的规则 大家都表示很不理解 但是奈何人家是主考官 规则他说了算 随后大家都开始了内心斗争 到底是为了保守起见 让同伴和自己一起被淘汰 还是说鼓足勇气去搏一搏 不一会就开始不断的有人举手 放弃了此次考试 这时小英也在做着内心斗争 他很有自信自己可以答对题 但是他也很确信 名人肯定答不上来 他想起了名人说过的活影梦 虽然他也觉得这个梦想遥不可及 但是还是不想名人的梦想就这样破碎 只能当一辈子下人 于是决定为了名人要放弃答题 就在他缓缓的要举起手时 却见前面的名人突然举起了手 然而名人并不是要放弃答题 只见他一掌拍在桌子上 对着一笔喜喊道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即便是只能当一辈子下人 也要凭自己的努力去当上活影 看着这个充满斗志的黄发少年 再次确认没人要放弃后 一笔喜宣布留下的所有人全部合格 原来这其实是在考验他们的意志力 就好像忍者接到一个很棘手的任务一样 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不敢迎难而上 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晋升为中人 就这样名人他们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场考试 值得一提的是 名人此次考试还是交的白件 第二场考试是在一个叫死亡森林的演习场 这次的主考官是红豆老师 考试前红豆要他们签一个生死状 说是这场考试有人可能会死 所以要签个生死状 不管出了任何问题 该不负责 此次考试的内容是 极限野外求生挑战 是围绕着天和地两个卷轴的争夺战 通过了第一场考试的26支队伍中 一半的队伍会得到天之书 另一半的队伍则会得到地之书 每个队伍一个卷轴 然后互相抢夺 规定时间120个小时 也就是5天 收集起两个卷轴的队伍 三个人一起到达演习场的中央塔 即可通过此次考试 考试中途一律不得放弃 这5天时间 他们只能在森林中度过 最后红豆老师给了大家一个忠告 那就是 别死 就这样各个队伍从不同的入口 进入了演习场 开始了为期5天的野外生存演习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